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出席音乐会观看演出 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对少年广播合唱团成立50周年表示祝贺 向为少年广播合唱团的发展 辛勤工作 做出贡献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请看报道 丁关根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同声合唱团 也是第一个优秀的少年儿童课余表演团体 50年来 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了一批优秀声乐作品 让我们荡起双奖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小松树快长大等流传了几代人 滋润了亿万儿童的心灵 少年广播合唱团声音和谐 发音纯正 清新 明快 活泼的演唱风格 明亮 甜美的音质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少年儿童的热忱喜爱 丁关根希望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多创作 多演出 思想性 艺术性 观赏性统一的优秀作品 丰富广播影视节目 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五代合唱团团员聚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 为近千名观众献上了一台优美感人的合唱音乐会 博得全场阵阵热烈掌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 创建于1951年 合唱团的演出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 毛主席 周总理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 都先后接见过合唱团团员 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对合唱团演唱的歌子给予高度赞扬 该团是全国获奖最多的同声合唱团 他们曾多次代表国家参加国际音乐交流活动 精彩的演唱受到国内外观众的广泛称赞 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首都音乐界知名人士出席了音乐会 这是中央台报道的 中央台报道的广泛称赞